在中國端午節的前夕發生重大爆炸事件 官方媒體在星期四報導 西北地區一家餐館 星期三晚發生液化器官爆炸事件 已造成31人死亡 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全力搶救傷者 並且要求有關行業和部門 加強安全管理措施 爆炸發生在寧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 一家燒烤店的操作間 時間大約在星期三晚上8時40分前後 一個牠子在居民中 比意外、吹、三萬人死亡 ,就像坑、三萬人死亡 牠哥、三萬人死亡 。